这几天最大的事情 冒过于Apple Car 苹果要推电动自驾车 而且提早上路 来 听说时间就在2024 所以你要在这一年上路 所有的供应链 所有的研发 不就应该在2021开始进行吗 研发之后就会有供应链抢单 现在全部都蓄势待发 我们的供应链也一样的 大摩提到了 苹果进军到自驾电动车 对Tesla是重大利空 Tesla先看一下 你看最近的股价 高档黑K棒 高点没有过低点有破 会不会形成了卖压呢 但你看苹果 苹果的股价 在这个民科景上来 股价可是创历史新高的 这不就股价会说话吗 那民科跟我讲 Apple Car热寒不要等闲试之 它可是在明年启动相关的研发技术 真的 是真的没有错 因为在这个时间点 刚才一开始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如果在2024年 苹果要推这个苹果 Apple Car 有没有它在整个时间上会在什么时间 在整个2021年 在这里我们资卡上有写 2021年9月份 但明年9月就会亮相 那么在这个自驾车系统里面 你看ADAS是自动驾驶辅助系统的全球市场规模 在未来到2026年每一年复合成长率21% 在这个电动车的领主间里面 有两块 它的成长幅度比这个平均的复合成长率还要高 请问一下 这个ADAS就是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它是所有的自驾电动车必备的吧 必备 因为它是先进驾驶辅助嘛 你如果没有那个AI 没有一些自动的辅助系统 你怎么自驾 没错 所以在自动驾驶辅助系统里面 它其实有分五个level level1 level2 level3 一直到level5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市场上市到level2 是从2015年开始 那一个关键点 2021年明年9月 市场估计苹果的 它的apple card就要亮相 可是一个关键点 到2022年 我们整个市场的自驾车系统 要到level3 那么level3成长最大的 一个就是光达 光学雷达的部分 从level2它是零 不需要 可是到level3的时候 它需要一颗 所以光达 就是光学雷达的简称 没错 就是雷达 就是光学雷达的一个技术 那么在这一次 苹果apple card的关键技术 一个是电池技术 一个就是光学雷达的技术 它现在呢 要委外 电池我知道了 因为它是电动车 光学雷达是做什么用的呀 其实在整个光学雷达来讲 就是它的电动车 自驾车呢 它的感测 感测说外面 有什么样的东西在外面 我懂了啦 讲白话叫做侦测 那边呢 白白的 是小白狗哦 不是白云哦 你不要在这里搞过去哦 比如说是这样 所以那个侦测很重要哦 没错 所以你来看这张表格 这种雷达坡的侦测呢 其实有两种 现在市场上在用的 一个叫做毫米坡雷达 现在有三种规格 24G 77G 还有个79G 还有一个就是光达 那么在你刚才讲的 光达又是什么 就是这个地方 光学雷达的简称叫做光达 那么在整个侦测的距离来讲的话 24GHz的部分呢 它是0.2公尺到50公尺 比较近 那么在这个雷达坡 77GHz的部分 它可以从10公尺到250公尺 如果说一般开车 是不是要比较远 可以侦测到速度比较远 比较长的地方 看越远越好 没错 那光达来讲的话 它可以到300公尺 所以变成说 那就真的是很有效果 说可以提前预知到 前面有什么东西 是一个人呢 还是一个车 还是一个小兔子 在前面跑的时候呢 他马上就可以说 要不要刹车一下 所以在整个解析度来讲的话 这个解析度 因为它距离比较近 相对来讲 它的解析度就是辨识率 可以从A点到B点 那个宽度60公分 那么相对的77G 刚刚赫子的部分呢 它可以到多少 18公分 比方说一个球体 一个球体的部分 可以辨识出来 如果像光达的话 它可以到多少 5公分 5公分 对 那么小就辨识得出来 没错 所以这边人说 它的辨识率越高的时候 你看它的价格 哇 然后再来就是 不受天气的 那个情况的影响呢 其实光达 是唯一有一个缺点 比方说在国外 常常遇到大雪 大雪 大雾 大雨的时候 它可能因为是用光的关系 它是用光的雷达波 来做扫射 那光遇到这些大雪 那就没办法 那晚上呢 晚上来讲的话 没问题 其实最主要的重点 就是说 在整个有实体东西 会挡到 比方说像雨 云啊 雾啊 雪 雪这种东西 它就会挡到的话 那就没有办法 台风呢 台风的话 应该是跟雨有关 那个风是没有关系 那不行呢 光达有这么多的缺点 你怎么天气 拜托我现在暖化气候 你不知道吗 这天气很烂的 所以市场上 在整个光达 还有两个关键 一个就是它的辨识率的 一个受天候影响 还有一个就是价格 可是它的最大优点 它的一个远距 还有辨识率很高 OK OK 光达的应用 它除了自动驾驶之外 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就是ADAS ADAS的部分 像机器人 装在机器人上 去做一个辨识 3D地形绘图 是不是有这些功能 可以去做测诱 所以光达还不是只有 用在自驾电动车 还有这些的领域就对了 对 没错 往下走 那到底有哪些的期待性 好的 那么在佳玲来讲 最近这两天 应该讲说这三天 苹果说 它要把这个光达系统外包 因为苹果在之前的iPad iPhone 它继续有光达的功能 所以苹果的自驾电动车 的光达系统 也要自己设计 它的这个部分是外包 电动车的部分是外包 不是 它的光达是设计好 外包给人家代工 还是全部包给人家 全部外包的部分 真的喔 因为在之前来讲 苹果的iPad 或者是属于iPhone 12 新的部分 它都有光达的功能 比方说测距仪 我们拿iPhone 12的手机 往前一照 对那个摄影镜头 有多少公分的距离 都可以抓得到 那么在佳玲这一次呢 它有个很重要的威力灯 VLDR的一个威力灯 这个礼拜前面两天大涨 今天早上稍微小回 三天这个礼拜涨了32% 它在2017年 三年前就是它的一个 这个配合厂商的镜头供应商 那么再来就是维生 那么维生来讲的话 现在在24、77、79G的 这个GHz雷达 它都做出来 有一个关键重点 今年在9月1号开始 大陆要推行重卡 就是大卡车 这个重卡 前面一定要装那种侦测器 就是防撞的那种侦测器 这个部分呢 维生已经拿到 两家中国的大厂的一个订单 同时呢 在明年可以拿到 全部重卡的50% 那么企机的部分呢 它本身这两款雷达 它是在做天线模组化 有个最佳化的一个优势 那么再来就是明太 明太它本身是有网路的一个优势 所以配合的广角影像的处理呢 它可以开发更广角的一个侦测部分 低度支架 它从佳林来扫描几楼 来佳林 好的 目前佳林连续两天创新高 它的前高57块9 只要能够守住呢 多单可以做一个续报 哇 今天公道长停板 维生 好 那维生这段时间呢 它是一直沿着五日线下弯 它的短线上 只要能够站上五日均线 192块7呢 就会短线开始转强 这个地方不要杀低 我认为短线上 会开始做一个反弹 而且景仙在这儿 如果回撤不破的话 也是个保护伞 但如果破的话 就另类思考 是的 第三档 目前来讲看企机 企机今天来讲呢 它这两天 已经站上了五日均线 五日均线在77块 短线五日均线 77块站上 都可以做一个持股的续报 好 所以周线最好能够守稳 明泰 好 明泰的股价走势呢 最近是守一个 二十九块半左右 到三十三块半的箱形整理 这种箱形整理呢 我会建议去用区间的方式 来做个操作的应对 好 区间市值 是 如果跌破不理想 往上冲淡优 不然就是高卖低买了 是的 感谢米可老师 谢谢您 来解回座 所以啦 Apple Car 因为呢 它的进度超前 明年势必 Apple启动所有 自驾电动车的 所有的技术研发 刚刚呢 包括了 这个自驾驾驶辅助系统的 ADAS 全球市场规模 复合成长率 两成一可大了 尤其呢 在雷达电磁波 也就是光学雷达的期待性 可是呢 它价格稍微要掉一点点 不然太贵了一些了 气候光达也要克服哦 相关的概念国 跟您在家分享 接下来还要掌握明天 国家大哥请上来 明天的大盘 您怎么观察 好 我想在这个地方 一定要观察 14500到所谓13918 相信有没有做改变动作 那么紧盯外资流仓的 空单口述 虽然这个地方 今天回补 因为碰到多方转折 未来会不会持续的增加 影响台股的波动 还是在疫情跟经济数据 美股纾困案的变化 那么紧盯技术指标的强弱 跟多空的方向 去做一个操作依循 注意K线符号 有没有做出领先的提醒 台积电 红海有没有强 或是有没有出现 拦截K线 国家大哥问您 如果今晚的美股走得还不错 外资的进空单 就有办法继续减 是 没错 观众朋友看一下了 今晚10点半开盘的美国股市 开高之后 稳在盘上 虽然是红了 但有点小败笔 好像拉不太大 那个涨幅 所以会不会墙中 有点点小担心 那请问又是什么新闻呢 所以待会儿深夜 感谢收看 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 感谢观看